它根本就是一個小腸腫瘤 那個流血破在裡面 慢慢慢慢生出來 長期像慢性的 到時候它血腫素一直在掉 掉的時候慢慢就開始感覺頭暈 對 不過它運氣還不錯 它頭暈有到處講 然後被我們發現了之後 最後有檢查出來 找到一個小腸腫瘤 我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都沒有告訴我 我們就是拿頭暈藥給你吃的話 再過幾個月 你搞不好是整個肚子都死了 就爛掉了 對 就整個爛掉了 對啊 我有一個60多歲的男性 那他其實本身有一個 很重要的慢性病史 他就是有大腸 他在40多歲的時候 其實有開過道 開完道之後 然後做過幾次的化療之後 他其實回去那個門診去看 去追蹤 其實醫生都跟他說 基本上應該是治癒了 也沒有再復發 可是醫生有講了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但是還是要持續追蹤 然後他這20年來 都沒有再去看過醫生 他這次來 最主要就是第一個 然後他其實有伴隨一個 很重要的症狀 就是胃腸道的症狀 他有打嗝 已經超過一個禮拜了 然後其實他之前 有先去看神經 內科的這些 有先稍微做 不過因為 又從別的科轉過來 翻打嗝來講 48小時以上的 都算是比較病態的打嗝 所以那時候我還是覺得說 這是不是會有一個 中速神經方面的問題 然後最後電腦斷層做出來 其實就是看到他的 腦部裡面有很多小顆小顆的腫瘤 然後有一顆就是剛好 比較接近腦幹 接近眼腦的地方 所以影響的話 他頭暈 暈眩 然後有打嗝 而且在 腦部腫瘤 所以 那種吃藥會不會暫時 不會讓他 那個通常就是我們要趕快找 外科 外科醫師說那個已經轉移了 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只好 請那個放射科 趕快幫他做電療 看有沒有辦法 有機會讓那個腫瘤 縮小 縮小一點 老毛病又犯了 走路關節就痛了 當心肌腱炎退化性關節炎纏身 膝蓋疼痛這東西 就好像剛剛講說 會脹氣 然後會頭暈 膝蓋痛也是一個 很常見的小毛病 那大部分 因為坦白說 百分之九十五的膝蓋痛 通常都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 那我遇過一個 快五十歲的一個男性 然後來就說 他膝蓋會疼痛這樣子 我說好 那我幫你照給S光 然後他就說 他不需要照給S光 他就是運動以後 膝蓋有點疼痛 他叫我開藥給他吃就好了 對 我就說你這個 就我在問清楚你這個狀況 他是運動完必定會痛 而且會有點腫 然後他每次就是去開藥 開個兩三天 吃個藥 休息好了 他就這樣子反反覆覆 我說那你 都沒有檢查過膝蓋嗎 他就說他十幾歲 記得他十八歲的時候 曾經打籃球 那時候好像有 然後之後他其實就是 因為他就再也不打籃球了 因為他覺得打籃球 膝蓋會承受不了 對 那就換比較溫和 他說他就開始學高爾夫球 他覺得就只要走路 然後走山坡路這樣子 然後比較是用腰力這樣子 膝蓋用的比較少 然後他覺得這樣都OK 我說沒關係 那我還是幫你檢查一下 48歲我不誇張 照出來的時候 我們一般膝蓋的空隙 應該是平均的 他真的就是 他股膀口就靠在一起了 我說你這個48歲 你才48歲 你的膝蓋跟78歲 需要換人工關節的膝蓋一樣 所以我說病人都很極端 你要嘛都是自己沒事很緊張 一直問我有沒有 特化性關節 要嘛就是這種 他已經是特化性關節 而且是需要開到的程度 然後他一直都沒有檢查 他都一直覺得說 反正我就是運動完嘛 就是會痛 吃點藥 休息就好了 那其實對於這麼年輕 是不是要換人工關節 其實我在那邊 也可以提供大家一個 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說其實對於膝蓋的退化 在初期 大概就是說 我們在磨準到很嚴重之前 我們有很多保養 我們可以運動 我們可以做一些 一些怎麼樣的保健的方式 其實現在在介於那種 有點嚴重 又不是非常嚴重 要換人工關節 中間現在有一個新的手術 叫保溪手術 這近五到十年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技術 就是說你不用年紀輕輕 就需要換人工關節 你的關節只要不是壞到 非常的糟糕 還有得救 對 其實是可以把它救回來 可以藉由調整一些骨頭 你切掉一部分的骨頭 把你的關節給做回來 其實現在已經慢慢有 越來越多的人 在做這樣的保溪手術 打什麼是沒有辦法撐開嗎 打什麼是沒有辦法撐開 撐開的東西 你終究需要 但是在美國 他們有大量的研究 你藉由這樣的手術 再配合一些 自體血小版的 幹細胞的處理 對 是真的有 因為國外他們沒有健保 他們比較有可以這樣 完整的一套研究 就是說病人做了 這樣的手術之後 原來發現我們的關節 你不要到很後前糟糕 它其實在中後期的時候 你可以有辦法 把它救到前面去 對 我這邊是有一個 五十多歲的女生 然後她是公司的高階主管 因為在媒體方面的工作 所以她常常需要去提案 她就說 為了要保持她的活力跟精神 她就是要求自己每天 四點到五點一定要去慢步 那因為為了要這個晴雨無阻 所以乾脆在家裡買一台跑步機 所以她就算是很累 還是會堅守著每天的跑步時間 這樣子來跑 那跑著跑著 她漸漸的覺得 膝蓋有一點點酸酸的 但也不以為意 有一天就是真的痛到沒有辦法下床 結果急診送過來之後 我們幫她檢查發現 她這個 對 然後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搞成這樣 她就說其實我每天都很 持手運動啊 而且她最喜歡的姿勢 就是把那個坡度調到最高 然後拉著那個把手這樣子 或者是跑平的 她都是那種動動動的那種跑法 那其實都是滿傷膝蓋的 而且加上她更年起來 沒有特別的補充營養 所以造成她這個膝關節 就是有退化性的狀況 然後最後現在 目前還在復健當中 就是還在看看需不需要動手術 由於她因為還是有很多 在動到腳的肌肉 所以其實她骨刺頭肌還OK 所以就是我們目前 就才幫她復健看看 像我覺得講到關節 或是說筋骨痛這些問題 找外景節目主持人真的是正確的 你們常常用到你們 對 像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因為我從小就是跑短跑 然後後來長大之後很喜歡走路 或是去做重訓 其實運動的部分 大概都是集中在下半身比較多 那如果說要講到我們外景的前輩 對 像沈文誠 沈大哥 其實沈大哥他當年就是因為 拍這個去爬山的這種節目 他連續好幾年 而且他每次一上山就好幾個 好幾天這樣子 他爬到最後他就是膝蓋壞掉 他是只能夠換人工膝蓋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對 那我是因為很喜歡走路 然後再加上 現在雖然不出外景 可是我平常如果說這個距離 不遠 對 假設說我從東區走回家 大概是四公里左右的話 其實台北 你只要到哪裡去吃飯 用走的都很方便 對 我就把它當成是一種運動 但是我又有一個毛病 因為我喜歡 像我最近可能在幫朋友寫東西 或幹嘛 我就常背著我自己的電腦 那裡面還有一些離離口口的話 這樣子一包下來 大概就是五六公斤的重量 所以我就會這樣子走個 有時候我很誇張 會走十幾公里一天 然後走一走 我就發現說大概從兩個月前開始 我走路那個膝蓋 就覺得 平常回到家坐下來 站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這樣子 很像那種怎麼 我們機器有沒有 如果沒有上游 久了以後 它就會有一種 色色的 對 門門的那個 對 色色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手放在膝蓋上面 這樣子的感覺 還真的有耶 就是這個聲音 真的 然後呢 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時候只是覺得不以為意 然後稍微外側有一點點抽通 但外面要靠裡面 一點點的感覺 有一點抽通就這樣 然後後來再過了幾個禮拜之後 走路 不對勁囉 我的髖關節這個地方 那開始會 一路上我剛剛這樣子走一下 又有一個 的聲音這樣子跑出來 然後我就在想到說完了 我們家裡面長輩很多 其實很多長輩大概都有這種 關節的問題 像我姑姑也換過的膝蓋 然後呢 我婆婆她是嚴重到 因為她常年是在那個 市場裡面擺攤 然後也是都這樣子蹲著 或是要搬中屋幹嘛的 她的膝蓋還會腫起來 腫到要去 醫生說再嚴重下去的話 要去抽組織液 甚至於要去打玻尿酸 我就想說完了我才幾歲 我不會已經跟這些長輩 都有一樣的問題了吧 這個路不能走 腳不能動 活動力會下降 其他問題會跟著跑出來 很害怕 然後自己上網去查 然後就突然之間發現說 我們有一個安心雞雞大廠 它居然出了一種保健食品 可以讓你服用 然後可以改善這種 譬如說疼痛 關節疼痛的問題 可以幫助你修復這個 軟骨組織 它很厲害 它裡面有一種成分 叫做 UC2 叫做水解第二型膠原蛋白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如果吃得有效的話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 跟我的這個長輩 他們去分享 因為真的人的年紀大了 你走路 開始那種會痛的時候 你就覺得 我好像自己廢掉了 然後什麼事情 都要需要靠人家幫忙 因為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這樣 然後再接下來去 找他一些其他的資料 就發現說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 很棒的服務 就是你可以 然後他可以幫你宅配 然後他宅配是這樣子 你一天雖然可以吃少少的 但是你每天都要吃 他就可以幫你進行這個 保養的 對 這樣的功能對不對 可是我們難免 偶爾吃完以後 會忘記再去買 他就可以幫你用宅配的方式 對 所以你就不用一天到晚 去提醒長輩說 媽 你那個鴨要吃 你的葡萄當然是安全什麼的 其實那種功效 不管說有沒有真正幫助到 可是他們總是會忘記 可是他如果用這樣子 定期宅配的效果的話 長輩一天只要記得去吃 就可以進行保養 然後自己也可以這樣子 持續的保持關節靈活 好 其實現在在門診 會有很多病人說 那醫生我吃什麼 對我的膝蓋比較好 對 那我就說 不要吃喝 不要吃酒 你的飲食均衡最好 那對於在膝蓋保養這一塊 剛剛講到UC2 它的全名叫做 一般膠原蛋白 我們知道是臉 頭髮那些 是指第一型的 那二型的話 比較是針對是 那它非變性是 因為它用低溫萃取 它保留膠原蛋白的三股螺旋 那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構造 讓你比較能夠進到腸胃道 它可以調節我們的免疫系統 去減少那個去 在我們關節 去吃那個軟骨的那些 那些鎂 那些聚氏細胞 它容易會侵蝕我們的軟骨 引發發炎 藉由這樣子吃進我們腸胃道 去調節的話 它可以減少這些 分解我們軟骨 這些活化酶的這些活性 所以就可以減少 這種關節的疼痛 那這個UC2 它最早的專利 是從美國哈佛大學 它最主要是去治療這個 然後類風濕性關節炎 是關節軟骨 被吃得亂七八糟的 對 所以這樣的研究發現 它可以去減少我們的關節軟骨 因為發炎反應被吃掉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被進一步的去用在人體說 那我們退化性關節炎呢 那也是關節軟骨發炎 被吃掉 那它就是拿去 用在退化性關節炎的人身上 然後分兩組 一個用UC2 另外一組用我們一般 像是軟骨素 一些玻尿酸之類的 一些相對的 一些傳統的一些 吸保溪的食品 然後他們去做比較 去看一下你 這樣發現效果還不錯 甚至也可以到達兩倍以上 當然這樣的研究 就需要更大數據的 去相互這樣研究 那這個研究 它是做在波士頓大學 跟加州大學合作研究 所以他們真的有這樣的數據在跑 但其實那對於關節的保養 我個人還是覺得是說 就像我們蓋房子 我們房子要蓋得好 你要有很 去架構 但是你還要好的水泥 基底很重要 對 你水泥 然後你在刷油漆的時候 你油漆要用好的油漆 就是各方面 你如果要全面性的保養的話 當然UC2是一環 那當然如果說什麼像維他命C 它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生成 或是像我們以往認知的玻尿酸 它是本身清水性的 它可以讓我們的關節的潤滑 清水度 滋潤度更夠 你多方面的一起去做保養 其實是可以更完善的 對 了解 其實骨骼要靠什麼來保護 肌肉 也就是要多運動 你肌肉健全 你骨頭要發生毛病 就比較少一點 是 但別再忽略身體的老毛病 久病不會呈良意的 只會讓小病變大病 多關心一下自己的事情 一起聰明地維持健康 謝謝 走路是很好的運動 透過規律的呼吸 踏步 還有揮動雙手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還可以活絡筋骨 許多研究都發現 每天走路20分鐘 可以改善睡眠 還有頭痛心悸的現象 如果走路30分鐘的話 可以幫助減重 而且可以降低21%的憂鬱現象 如果走路60分鐘的話 可以幫助減重之外 還可以降低腎結石的風險 走路的好處不勝美局 我們平常也多走路吧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